看微臣世界,勿佛法皮毛 大家好,这里是志祥看微臣,我是志祥 铜蒿,别名铜窝,春菊,爱菜,达某菜,皇帝菜等 英文俗名为Crown Daisy,一指奇花形似代表胜利的花环 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缸,菊木,菊科 铜蒿属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于地中海南岸 铜蒿在欧洲原本是庭园中美丽的官业植物 但在宋朝引进中国后成为宫廷佳肴 所以又叫皇帝菜 铜蒿的闽南语俗称拍某菜 这是由于铜蒿的嫩猪富含水分 一经受热炒煮,体积极度缩小 经常下锅前看似一,二锅的亮 炒煮后则仅剩一小盘 不明事理的先生认为太太偷吃或偷藏 因而拳脚相向,拍某菜之称,由事传开 铜蒿的金叶光滑无毛或挤光滑无毛 竟到达七十厘米,不分支或自中尚不分支 叶护生,长行与状分裂 头状花絮单升金顶或少数升金枝顶端 但并不形成明显的散方花絮 花黄色或白色与眼菊花很像 铜蒿的叶,金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胆碱 钙,铁的含量也较高 且具有菊科植物特殊的豪气 具健胃、骨皮、酱压、易脑的作用 能帮助消化、舒缓咳嗽现象 铜蒿属于半耐寒性和短日照蔬菜 对光照要求不严,一般以较若光照为好 适合在温和或略冷 土壤相对湿度保持在70%至80%的环境下 有利于其生长 在温暖的夏季会很快开花成熟 铜蒿属于半耐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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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铜蒿属于半耐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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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蒿属于半耐寸